中央民国113年4月2号星期二 今天妇幼节吗 提前过吗 我才发现不是妇幼节 我今天查才发现妇幼节好像没有真实存在过 从来没有 跟大家抱歉 没关系我们现在的 亲民儿童连家 我们天天都是妇幼节 我在我旁边的人天天都在过妇幼节 我看到他们说妇幼节好像有一些 让有一些女权团体觉得 不能过 好像不大好 但我还没有感受到为什么 说一句实话我要惭愧 我真的要惭愧 我常不知道女权主义 到底他们要争的是什么 我这句话其实就会被 被沿上吗 是不是 我觉得每个东西都有它的那个 你知道光谱 就是到底他们在争什么 中性的PH值是最好的 但有些 太过了 你知道女权自助餐吗 就有些人会被诟病说 你是女权自助餐 例如说 很重的东西要男生帮我拿 但是你不能薪水比我高 或者是说 但是你不能 这个职业不能只仅限男性 对 要公平 可是 你要载我回家 你要开车载我回家 吃饭要男生付钱 这样就不行 这样就是女权自助餐 你不能只挑你想吃的 这个就是 有些行业的确会这样 比方说她 一定要女性保留名额 这个是 女权会抗议还是不抗议 如果说光凭体能的话 女生可能进不去 如果你们有给她保留名额 对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有点保护 对 对一样的是那个举例 绿扁帽好了 不对 可能有些 对就会有一点点障碍 好极端的 不然我要举什么 海报 海报部队 但是一定有些女生 还是可以胜任的 是可以 对啊 所以 我是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男生女生的相处 就 就现在其实已经见解很好了 在台湾其实男生 是弱势的 对 我现在讲的是女权 男女蛮平等 说真的 你们不要 我们不要再争什么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男生很弱势 他们真的很可怜 我大部分是 因为我们还是华人传统社会 所以比较多是一些意识形态上 例如说 你女生就不应该要 坐着的时候脚开开啊 你女生就不应该怎样啊 我现在就把她合起来 就不应该出门在车上穿袜子啊 之类的 就有一些觉得好像不应该怎样 那男生当然也有一些性别框架 但其实这都 这都在现在都好 你知道 其实华人社会中都会有这种 就是男尊女卑的传统的观念 在华人社会 东南亚尤其严重 可是你知道吗 我发觉 当地主宰所有的经济的那种强势的 都是妈妈 都是他们的母系 虽然他们叫男尊女卑 可是其实真正听的都是那个 老板都是女生 就是还是母系为主的 其实那个发号施令的大部分都还是是妈妈 对对 就是妈妈发号施令给爸爸说好 你现在可以讲了 对 其实要他们去讲 给他们上台没关系 可是幕后操盘的 都是妈妈 都是母系的 而且家里的人都还是听妈妈的 阿嬷的 阿嬷如果再先听阿嬷 阿嬷五岁在听妈妈的 对都还是啊 你看那种百年老店 掌柜的都是奶奶 对不对 或者阿嬷 对不对 都不是那种 大少爷啊 对不对 或者是他的长子 很少啊 都还是以他的母系为主 所以我才说 在华人社会一直以来 其实 女生的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他只是 有拿到不讲 只是低调 低调 低调才是美德 低调就是我们的美德 对 其实大家都不晓得 真正的主宰的灵魂 都是一直都是女的 对不对 520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这几年也都是女的总统啊 对 大家过得不是很好吗 你为什么要有一个 没有问到这一点 像他用一个很意义深远的笑容看 对 有人过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接扣印 我们现在接扣印 这几年你过得好不好 物价是真的高起来 物价到底有没有高起来 有啊 我觉得蛮明显的耶 而且店价现在涨了以后 未来又还有一波 又要再弹上来 我跟你讲 店价 这个一定要讲 因为有时候 你从那个信用卡代扣 你真的不知道 店价是涨多少 因为你没有收到 那种实体的店价单 只收到就是一种 你已经代收转付 他只是给你一个收据 你没有拿那个 去缴钱的那个动作 对不对 你没有什么痛感 你没有把钞票一张一张 放进信用卡代扣 那个给他数 就是说放到 那个有时候你钱很多 那个超商不是会用数超级吗 你没有用那个感觉 你不知道你付了多少钱 其实这是一种阿Q的 就是我常不知道 我的花费是多少 如果有一天都叫我 用现金去结的时候 痛啊 我觉得我可能 会被认为是诈骗集团 任何东西我觉得方便 你就会容易无感 对就是没有感觉了 然后你就自然而然 就是变成那个钱就 钱就是这样子不见了 不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钱就这样子不见了 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形状 从来它是空气 它消失于五行 对啊 我就觉得奇怪 到底我买了什么 嗯 现在这样 我觉得网购时代 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会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看我很怀念 我买过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应该有吧 就我以为我没有那个东西 结果我拿到 我要把它放进柜子里的时候 反正柜子里有一颗一模一样 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每次一次 就是买六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 我一直都是会有 那你用到第五个的时候 你总是会去买吗 对对对对 没有我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买六个那么难用 对你还没有先试过 对啊 你还没有试过 你为什么买那么多 对这就是因为你看到 这种就是一种思维 就是错误的购物行为 嗯 对 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说妇佑节 好 就是没有这个妇佑节 就是没有啦 亲民节 为什么 对对 亲民节跟儿童节 今年是同一天吗 好像是同一天 是同一天 那到底是要慎中追远 还是望向光明未来的下一代 带着望向 光明的下一代去慎中追远 慎中追远完以后 陪伴他们去玩 那你算什么 你过母亲节 对再忍一下 再忍一下两三周就是母亲节 可是我就发觉 母亲节累的还是母亲 母亲还是跟着大家一起吃啊 母亲节我觉得 现在我们要带起一个风气 是一定要问妈妈想吃什么 才不是嘞 我觉得母亲节有个风气 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再带一堆 对我讨厌的人来一做 不要为了臭食的人 应该对 就是说不要再叫妈妈去应酬 对就是说 很多人都以为 女生或者是妈妈或者阿嬷 她喜欢儿孙围绕 这是误解 可是我觉得到阿嬷等级是喜欢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请阿嬷 我觉得你还没有到阿嬷等级 所以你没有感受 但我觉得阿嬷是神奇的喜欢 对 有活力的感觉 我觉得会不会我们大家都 让阿嬷都让我们误解了 她一点都不想要耳声围绕 她就想自己追剧啊 可能阿Menda没有很想要 阿Menda 所以我们今天是妇佑节 我们应该 对不起没有妇佑节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 真的就没有这个节了 我们母亲节就要做一个专题 就是说难道你真的觉得妈妈喜欢 好妈妈不管哪个年纪 妈妈她喜欢就是一起聚餐 一起儿孙围绕 或者说全家一起去吃一个什么餐吗 还是妈妈只想一个人耍废 就是我就喜欢看电影 我要去按摩啊 然后我要去做 我要去美容啊 然后我要逛街 我要shopping 我要网购 其实送妈妈去美容很不错 按摩 因为这样她自己一个人 然后很舒服 什么你就敢把卷买来再说 顶级的 整本拿来 对 我觉得不错欸 对啊 是不是 但吃饭 因为有些妈妈是失货嘛 有些假如说可以在这时候订很高级的无菜单料理 就也不错啊 就妈妈一个人去 我跟你讲 到底为什么 无菜单料理哦 喜欢孤单吗 像无菜单料理可以分耶 就马上看得出那个年龄层 你这个年龄层就要无菜单料理 我到任何地方我就会说你菜单先给我 我不能接受无菜单料理 你不能接受他做他想的给你 我不能接受我不知道你下一道菜或者我进去以后你拿那些菜是什么 这个我不行 所以我只要看到无菜单料理我都会说不去 但通常无菜单料理都不会太难吃 都很好吃 对对都很好吃 嗯 没关系我是很乖 那今年母亲节 哈哈哈哈 江泰的儿孙们 没有 没有 我的重点就是在于是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 就是你看似随性 但有一些坚持 我看似随便 是非常难搞的随便 就是所以 所以其实有些人要自知之明 真的要自知之明 因为你其实看似随和 其实你非常难搞 就是一个很难搞的好人 我怎么讲自己是好人 错了 是好人 难搞的老人 也没有老 对 就是我不行 我很难搞 所以我会觉得不要烦人 我觉得今天 就应该自己做 这个话题非常好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月可以准备 妈妈的母亲节 母亲节 那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 也没妇幼节了 就你是不是很难搞的人 对因为其实你应该要自知之明 就是你其实极度难搞 所以你不要去给别人制造麻烦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解决 自己满足自己 对对对对 所以我非常enjoy 就是自己要做什么做什么 因为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只要跟谁出去的话 要嘛你就是委屈自己配合别人 要嘛就是别人必须配合你 其实都是互相为难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妈说的话吗 就每次她生日 她生日或者是 生日或母亲节礼物 她都会说 要嘛去包现金给她 要嘛就是她会选好一个礼物 你们去买 然后她会说 因为我想要的你们送不起 或者是我已经买好了 所以我现在就想一个 你们就给我钱 你们稍微负担得起 例如说化妆品我们买不起 她用的那个品牌 可能可以买那个品牌的洗面乳 大概是 她都会先想好 因为她不想要收到 她不喜欢的东西 然后还要假笑 你妈 其实我比较像你妈 你要不要改名叫我妈 我觉得妈 我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 就是让大家都会觉得 不会无所适从 我其实每次大家讲送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你妈一模一样 我觉得我喜欢的你们根本就买不起 是真的 那假如真的想要有一些心意呢 总不能就因为这样就不送吧 反正我买不起 我觉得就是说你们这些心意 就说不要来烦我就好 就平常对我磕磕气气 笑咪咪的就是心意了 就是听话就可以了 听话很重要 不需要花钱的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心意就可以 卡片就好 我觉得卡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买东西很容易 写文章很难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是卡片 也不要用赖哦 赖也不行 我正想要说赖 不行 不行 要用手写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是卡片 因为他得想啊 他得想你为他付出了什么 他得想啊 他得忏悔 就是啊原来以为我做这么多事情 或者他真的想不出来 那该忏悔就是这个父母 就是妈妈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所以最珍贵的是卡片 哇你喜欢卡片啊 我觉得卡片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 没有办法买到我想要的东西啊 你就卡片就可以了 卡片的确实是蛮凡的 反而最珍贵的就是卡片了 而且可能会提到一些回忆 但自己已经忘记了 对那如果说你自己妈妈 是喜欢收礼的人 那我觉得包一个礼金是很不错的 就让他自己买想要的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个礼金不要小气 比方说像我妈 他喜欢用那个 你看得出来吗 我每天只睡一小时的那个牌子 还就是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对对对 所以这几年 所以你就知道他要用什么的时候 你都不用问 你就直接就是 一直买一直补货 一直买一直补货 莫数最高的就给他补上去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他要的 那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你要送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像我这样子广泛收藏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你很难去抓人家要什么东西 这件事 我觉得就卡片最好 我觉得这样他也是难以讨好 很难搞 真的是非常难搞 不是难搞 也不用讨好 因为我本身就很好啊 很随和 真的不需要讨好 他说自己难搞 需要说随和 我说难搞是在于说 其实他因为太跟人家的嗜好 跟取向太不相同 这倒是 对所以你没有办法讨好任何人 对所以我们我们很很可怜 就是因为我们很难去讨好任何人 因为就做不到那种 就是跟大众一样的节奏跟频率 是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就不能够勉强自己的人 他是非常难搞的 因为你没办法去免航自己去配合任何人的时候 你只好自己讨好自己 你知道那个要非常努力 你要非常努力赚到你可以讨好自己的那个程度 而不会觉得说 而不需要讨好别人 你知道吗 这个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想给所有的 这个才叫女性自觉吗 我会不会又被骂了 很不错啊 这是女性独立 没有这是人类自觉 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人 当你不想要 你不用去听任何人 你不要讨好任何人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别人不用讨好你 你也不用讨好任何人 你可以独立完成 那样子才叫人生自由嘛 人生要自由 最重要的就是你不会勉强你自己去做 你想要 你必须做的事情 那但是说真的 有些名店吃东西要排队 我还是得勉强我自己 我还是要去排一下就对 这没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我真的要讨好老板 对 这个时候就用上讨好了 这个时候我就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口服之余 我就真的必须要讨好他了 我常常到很多店我都说 拜托我真的要讨好你 下求求你要 下次帮我 怎么样可以插队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想一想 就是说当你什么要叫做真正的自由 你知道吗 人的财富自由之前一定要身体自由 然后你的人生自由 你才有可能 对 你才有可能enjoy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自由是 你必须要 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没有我妈例外 我一直讨好她 不然她不足给我吃 你看你看 那也不算讨好 就希望她开心 对对对 我老来子啊 对 永远的女儿 我真的是老来子 对 这当女儿不会老 大家一定要记得 所以当永远有个妈 好我们希望 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来准备 就是说 妈妈们可以给小孩各种暗示明示 你想要什么样的母亲节 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节 对不对 或者你就不要过也可以 OK 也不要过 就让我们 你们通通到外面吃 通通不要回家 而且我觉得母亲节当天餐厅是很难订的 当天真的没办法 现在都要提前 话说餐厅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些老店真的是不行了 老店真的有些凋零了 或者厨师不见了 或者厨师自己开了 你可能 好吃的店越来越少了 适合我的胃口的啦 都不见了 好奇怪 就有些店真的本来很好吃的 现在都 我都觉得不好吃了 我越来越很难找到 很喜欢的那种 味道变了 但是我非常开心的是 我很喜欢那家 随着成品结束的 某个市场 它又要再开了 它又开了 而且还在捷运线上 这点对我来讲 真的是今年母亲节很好的礼物 我是不会在母亲节去吃的 但是它涨价非常多 没关系 因为你并不是常常去吃 可是它还在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店还在 还活着 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大 一大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可以 可以寻找 应该是 现在 因为我们要回到 凡凡下来带小孩嘛 是 很累 对不对 就是最累的 最近他没发烧 因为最近 他上个礼拜五 撞伤了他的唇细带 然后就大爆鞋 哎呦 哭很久吗 哭蛮久的 而且他的哭就是 已经不是哭了 他是在尖叫 七粒 对 他真的是七粒 就别人可能有拿烟头烫他 那种感觉 对因为他真的吓到 那还有点是被吓到 七粒耶 就一直尖叫 就是惨叫那种 尖叫 然后停不下 对那时候 撞到桌子的边 不是桌角 他因为他自己 就冲冲冲冲去电视柜 然后就撞到 因为脚脚我没有贴 但是那是一横杠 横杠的边 对我给你讲 那个叫全身的力量 刚好在那个点 没错 哇好可怕 那接下来就发包烧了 然后就烧了好几天 到现在都还在烧 他的烧不是细菌感染吗 有给医生看医生 因为我们就先带去牙科看 对 就儿童牙科 然后他也是第一次去儿童牙科 这个有没有第二次尖叫 有就哭 他去看医生就是哭而已 是不是七粒尖叫 对因为医生会 把他奶嘴拿掉 会逼迫他 张开嘴巴 他撞到那 纯的那个细带 还可以吃奶嘴啊 可以啊 奶也照喝哦 天 他是真的蛮酸 好强的 那伤口是三分钟就痊愈了吗 他吃的部分是不妥协的 但是还是有伤口 蛮大一个 要不要缝 不用不用 因为止血了好像就不用缝了 因为他接下来就 好像 30秒就止血了吧 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伤口在哪里 因为撞下去以后不知道 整口都是血啊 不知道他是撞到嘴唇吗 还是撞掉牙齿吗 还是撞到牙齦吗 牙齿才刚长 对才乳牙而已 对啊 对然后就 就之后发现是唇细带 就上面的地方 然后先去看牙科 那隔天我们就去 又去挂那个联合医院 就我们就固定都会带去那一打医 就去看 然后医生安慰我们说 没关系啊 撞到细带就不用剪了 对 他说有些如果讲话不清楚 还要剪一下 就像大舌头吗 对就是舌头底下有一个细带 就如果细太紧 可能你讲话会不好讲 我想说 我觉得他讲话没什么问题 是吗 讲个几句来听听 我们来听听看他要不要剪一下 对 我们测验一下 但这个伤口我们觉得就 虽然是伤口问题 却比较不大 但是他因为他接下来一直发烧 然后前几天晚上还烧到40 快41度这样 半夜睡觉的时候 你不要流感 吓死人了 我们隔天就带去 因为当下在去联合的时候 他其实就晚上 礼拜五晚上撞完 就开始有一点烧了 隔天还在烧 那我们想说好 那我们就带去 先确定牙科说 是不是伤口感染造成的 牙科说不是 好我们就去联合医院 那他就也没有看到 他有感冒的症状 那时候还没有 他就担心说 可能是中耳炎 或者是 或者是是不是 泌尿道感染 因为小朋友不会讲 对 他尿尿不舒服 他不会讲 好那 我们就想说 好那稍微 再等几天 因为他给我们退烧药 那退烧药水 他不吃退烧药水的时候 他就烧起来 就是他有一个周期 有吃退烧 他就是控制了嘛 对 他到那个时间 药效过了就 那发烧很麻烦 对 然后就很紧张 他就整个人变好烫 然后我们就很担心 所以晚上 几乎都也没什么睡好 我看你也没什么睡好 我真的没什么睡好 因为他就 在发烧 我们当然会担心啊 会一直想要看 看他有没有退烧 你不用控衣 我来控好了 没办法 你去睡一下 这样我会更担心 这样换你要去收金了 对 我就中怕 其实我也觉得 但是我就怕这样子 就是太不科学 所以我们还是 你已经去医院啦 我们昨天又再带去诊所了 然后诊所的医生说 他好像有点发炎 哭的尖叫到发炎也是正常的 对啊 然后说有点鼻涕 但是其实不到 因为他之前也感冒过 就跟他之前感冒过不像 没有他这个发烧是来势汹汹 他之前发烧会发 但就一天 那个药水就永远喝不完 这样 接下来就是流鼻水啊 然后咳咳嗽这样 这次就是喉咙 我们也没听到他在咳嗽 鼻水也没有一直在流 也没有流出 可是发烧 对可是在发烧 那真的 我们这个路口这家 要带去收进一下 真的 反正离我们这么近 我们接下来会想要就是收集 就是尿尿 要去检查 可是不太好收集 因为他现在还在爆尿部 所以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 噢 验尿对不对 有没有泌尿道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细菌 对 他目前医生给我们两个那个 急尿袋 全数失败 对啊 因为他如果尿在 他如果尿在尿部 你怎么给他 他会贴着 就他其实是把你这边贴着 然后让尿尿可不可以 流到那个袋子里这样 哇 有这种发明喔 有有有给小朋友的 好可爱啊 但目前还没有成功 那你为什么去给他 先不要包尿布 然后他要尿的时候赶去接 他又不会讲 他现在不会讲 他什么时候要尿啊 他还小欸 不然早就可以借尿布了 不是 你要有个监控啊 监尿大队 他要尿了快点 他如果要尿尿的时候 腹肌会抖动的话 那我觉得还可以 但他不会啊 我没有征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尿啊尿啊 所以急尿袋失败 之后可能是要 我会去看网路上的方法 医生好像有教 就是你就要很专注的 就是试图让他想尿尿这样 你不能把急尿袋贴着 然后在那边等 就包进尿布里等 那有没有办法 像以前阿嬷都抱着他 然后这样 我觉得有可能要吹口哨 吹口哨啊 先给他灌个200cc的苹果汁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开始 比较想尿的时候 然后就 呼一呼一呼一 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就抱着 对 把尿啦 把死把尿 就对了 终于想起来这四个字了 我们在失败中学习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使用口哨大法 对 口哨大法 而且那尿是比较纯的 你可以接到前段中段后段都可以 完整 我要矫正一下前前段 先讲小孩子还是 有时候收精真的有用 没有损失嘛 我明天就会带他去收精 明天就要去 有那么急嘛 当然急啊 他再烧一天怎么知道 不能一直发烧 一直吃退烧药啊 这样不是办法啊 反正就是 有形的无形的 我们都要看就对了 太怕还是有用啦 我觉得有时候 因为人家不是说 就怕骂骂好 刹青菜 就是 对啊 就是吓到啊 因为当我们找不到病针的时候 我觉得就只能是 从心灵的方面去治疗看看 我一直都是用心灵的 不聊吧 我都常常拜拜 我今天做错什么 请先去看医生 请原谅我 各位听众朋友 不是 我说心里有那个 要忏悔 忏悔悔改 反省认错 OK 好顺喔 对 很常讲喔 对 因为刚才说 你不要讨好任何人 对不对 好我先重来一次喔 在我要不讨好别人之前 你要知道你做工作的那 一二十年你是讨好了多少人 现在可以讲那么帅的 对 所以你现在可以讲 我终于可以不要讨好人 那是因为你之前做了多少讨好别人的事情 你才可以达到今天不讨好的这个 你要爬过多少座山 现在才可以在那边插旗啊 所以你算是讨好界退休了 讨好之天后了 讨好而不让人家讨厌 这一点很重要 对 讨好而不让人家讨厌 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很虚伪很矫情 然后很假很目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分寸拿捏好 你要讨好而不讨厌 而不恶心 这种很重要 这个境界 多年的摸索 这个可难的了 对 没办法这个只能手把手交 没有办法写出一个教条来 对 对 就你当然你常什么要叫做说 你觉得要维持一个跟客户的良好关系 而不会让客户觉得你很 你很目的性 对不对 不会觉得你对他的好 或者说你在做你在做 尤其是做业务的 尤其是要去提案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你要维持一个讨好的心态 是必要的 这是基本的嘛 人家是你的衣食父母 对不对 基本的姿态做出来 是 这个是一定要的 所以什么样的讨好是最基本的 谦虚 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谦虚 谦虚 谦虚 谦虚是最重要的 待人处事第一招 先把你自己放在 不会的那个线上 就是要谦虚 就让人很舒服 对 那小天后都是装傻 也是一种谦虚啊 后来他变真傻 装一装就变真的 反正今天特别来宾不是他 尽量讲 印象他是都有在听 对也就是说 第二个 讲话请注意 对我觉得 真的就是 你这样有公然无辱的协议 因为你现在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 但是他从来不承认他是小天后 那就没关系 他说他是唯一天后 对 OK好 小孩叫小了呢 格局叫小了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大家不要 因为年轻很难做到谦虚 嗯 这一点 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是一个有自信的人 可是你知道吗 自信过头是自傲自大自恋 对 自信跟谦虚一点都不违背 你因为很自信 所以你可以做出很谦虚的姿态 因为你不是 你不是懦弱 哦 你不是没料 因为你自己很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你太满了 你要是不谦虚 你就满出来了 嗯 所以你可以放低姿态 也不会觉得不舒服 没错 因为就像就像我 我不是很喜欢聚会 是因为我觉得 我有种个性 就是很喜欢选 这会得 我觉得你今天讲蛮多人生哲理 但是又会很强 哲理 这个哲理就是 为什么你要体验到 就是说 有时候你知道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你要怎么把它藏起来 嗯 就是我每次很多话 我都会说 只有在这里可以讲 因为你知道到放诸四海 这个就会被 就会被攻击 我好像他有时候讲话 真的是很尖锐哦 哈哈哈哈 很尖锐 很那个 很酸哦 对 很常就会出现一些 这个东西 很恐怖 发生在这个空间里 这个话只能在这里听 跟这里讲 所以翻翻常会听到一些 台面下 关麦的话 但为了保护彼此 我就会马上忘记 离开这个录音间 我就忘了 没有 我们都有策路 对 所以其实 其实很多人 你越是有自信的人 你应该要越谦虚 对 可是不是虚伪哦 有些人过得太矫情哦 嗯 那就不对了 所以我常说 你这个是要怎么拿捏的好 也就是我在 不需要讨好别人的前段的时候 其实你是做了很多很多 你必须要配合度百分之百 甚至百分之一百二的事情 你才可以到达一定年纪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讲 有一点点违反人类他的那个虚 你知道人类的往前走的手册 应该是说 你越年轻的时候 你越有体力 你应该过得更好 应该过 你要出去登山 要去上山下海 不用为工作而做 因为那时候你的精力最旺盛 你应该去世界上 去地球各个角落探索 可是那个时候你却没有钱 可是等到你有这样的经济财力 跟物质需求了以后 已经满足了以后 你一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 可能你的腿不行了 这就是生命最麻烦的 人生最麻烦的 所以我们有点像班杰明 那部片叫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对的奇幻旅程 倒着走了 对我们常常是倒着走的 你最老的时候 其实是你过的 最想要过小时候的生活 对 对啊 所以就是我们 只能把握中间这一段 对我们就是中间那一段 芭蕾舞相遇的那一段 就是完美的 就是咖啡就是85度才最好喝 也就那么几秒钟 所以要掌握住 那个稍纵即逝了 我好像没有掌握住 所以我现在猛喝咖啡 你现在只能猛喝咖啡来 弥补那个稍纵即逝的 那个人生中的交错 黄金交错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小段 你刚刚好的财力 你刚刚好的体力 可以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没错 所以 傅幼节 已经不再是对的 因为有时候你想想真的 自己还没实现之前 为什么要生养下一代呢 当然就没办法 一定有一个交叉点 就你不可能什么事情 都等到你够了 你才去做 等到你够了就没了 对 你够了你就不行了 你卵就不见了 没办法 所以 所以人生的 人生都是在 而且你当你做一个决定以后 就会发生一些幸运了 所以我觉得跨出去 体验不同的状态还是好 例如你生一个小孩 有三栋房子 你就 吓我一条我想说我有吗 我没有啊 去哪了呢 去哪了呢 在哪呢 帆帆帆 帆帆正在想 是不是全壮了 想说在哪 全壮在哪 我该不会这个忘了吧 这可不能忘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 人生命中黄金十个段 我在想我们 好像变成一个放羊的节目 每次都刷结果 我已经都没有 没有 有人说你小孩是不是得玫瑰枕 什么 我现在才知道玫瑰枕长那样子 我第一次听到 玫瑰枕是很漂亮的名字 就它有点像 花瓣 对对对 很像很多花瓣落在你的身 落在小孩身上 而且我们比较梅花枕 因为 玫瑰比较 让人家放心 颜色吗 对对对 颜色颜色 对对 它比较红 有吗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有吗 那你的小孩有玫瑰枕吗 就还没有看到玫瑰枕 还没有看到 这个风我这样一讲 非常感谢 因为我想起来 联合医院的医生有问我们 说那他发玫瑰枕了吗 这个没有疫苗 他人生有没有发过 对 因为他有点好像是一种也是带状炮枕的病毒 炮枕病毒 可是得过就不会再得吗 好像三岁以前 95%的小孩会发 都得过 只是不知道他是玫瑰枕 对不对 应该知道 就有点像是 那个 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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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看今晚有没有疹子出来 如果有疹子的话 那就比较放心一点 是玫瑰疹 对不对 但隔天还是要代替收巾 收巾不冲突 不冲突 跟自信跟谦虚并不冲突 它是同体的 收巾是个谦虚的行为 不是卑微 大家不要搞心 不是卑微 对对 差很多 就谦卑 谦虚 有礼貌 这个很重要 好 那回到小朋友 要不要收巾这件事 我觉得妈 如果长辈觉得这样比较放心 是OK的 你也不要太觉得 大家太不科学 我们一方面有科学跟医学 一方面长辈觉得 可以像一些 宇宙间的诸佛 诸神菩萨 去祈求平安 这也很好 我之前摔车的时候 就马上去收巾 因为摔车真的吓得到 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 就像小天后说的 你会觉得世界很慢 你感觉 有那个停滞了 你感觉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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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机车这样 你人慢慢慢慢慢慢 倒到地上了 然后接下来又变快了 哇 你们还慢动作分解 真的会感觉得到 我都现在还记得 你上次那个人工皮贴很久啊 对啊 一直流汁 那个伤是比较 很严重 比较深的破皮 可是没有破 没有流疤 好强哦 慢慢慢慢 没有流疤 因为你的疤也很淡的颜色 和你的肤色混 色号很近 就是属于Nature自然色 还行还行 越不在意它 它就越自然 我之前因为不是在巴黎岛出车祸吗 然后回来又搞错说 到底哪个脚骨折 后来原来依错脚 就是因为 怎么会搞错 痛感呢 所以我才会说 你们为什么会有那种 很平 很平缓的那个慢动作 我都是超快动作 什么都不记得 就啪都摔倒 完全没记得 为什么 因为你那时候痛的时候 我完全忘记我是哪一只脚 我就觉得全身都痛 全身都痛 后来真正骨折的 只有是那一只是左脚 可是我一直让左脚用力 右脚抬起来 后来医生说 没有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 后来我再说 才知道是痛脚 太神奇了吧 所以心里的痛 是主宰你 肉体痛感 很强 但也不是说很严重的痛 只是你因为觉得你有痛点 所以你就忘记 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是 左脚 我的左脚 不是我的右脚 这件事真的是 非常神奇 非常神奇 然后一直擦那个优点 擦优点 对不对 在那边擦优点 然后再加上那个 一直的去 take care 那个伤口 对不对 后来我就会发觉 原来我一直不停的擦优点 跟那个药水消毒 它就刺激毛细孔生长了 所以那一块就变成 有点像是 猫熊炎的毛发 超浓密 哇塞 那秃头的人 是不是要去试试看 我就想说 你会不会是 我是不是无意中发明了一罐可以让我超级变成那个上市的药水 我就说 我说医生为什么这一块特别的浓密 就是因为不断的有那种各种什么什么什么药造成的 他说你擦了什么 他马上关心 我说差很多 他说这个可以当身发水 但会不会只在受伤的部位上 你得先在头画十道口子 天哪 那跟指法没什么差别 指法maybe也是这个原理 先画个口子 然后再倒个药水 倒个药水进去 买起来 这就有点叫做入味 入味 好 我们不要离题了 我们的重点就是说 小朋友发烧要好好照顾 先一定要先去给医生看 对啦 你会不会一两天他不退烧就换医院 会很想赶快换医院 这个很多父母会有这样的 那什么医生吗 看不好 赶快换家了 吃了三天还不好 还不赶快换 我好像不会 我就是看那个医生给我的感觉 如果医生 我一直觉得他好像问不到 那个药 药害 或者是开药 可能都觉得吃了 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因为我觉得啊 像我自己在感冒的时候 其实有些医生生的随 因为你去的那时候 你可能刚好是最严重的时候 对 那你那个药 可能有点压不下来 但其实你过了 可能第四天 你就会好了 可是你吃了他三天药 你觉得没好 那你第四天是换了一个医生 又来自 没有你就觉得这个医生比较有用哦 其实他的药已经在第四天发挥了作用了 其实你第四天已经本来就快要好起来了 那我就觉得前面的医生可以偏倒了 所有第一天医生都衰 都被骂 就衰啊 所以我通常会给两轮的机会 就是我会再回诊一次 所以你一个发烧至少九天 所以我上次感冒比较久 因为我给他两轮的机会 结果哪一轮胜出 最后就吃抗生素 所以就是 对啊 就是这个真的也真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到底哪一个医生的药治好你 是第二轮的 还是第一轮的医生的药 他的药效 其实已经让你在第二 刚好药好的时候就好 对啊 你身体其实那时候本来差不多就该好 但是民间就有一个说法啊 有些医生就是比较会开药 对不对 反正不是都会这样长 对对对 有些医生很会用药 是啊 不然我们干嘛崇拜华佗 顺丝秒离时针 OK 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崇拜这些人 张仲景 对 一直讲一些像影导不到的人 但是更可怕的是 有时候你刚好很严重 到医院就没了 他就说没有啊 没有怎么样 回来又很严重 就跟电脑怕工程师一样啊 你电脑要当机的时候 只要一找工程师过来 他就好了 活跳跳的 你讲说我们这个空心台 他一走 没有空心台你很棒 没有 他一走又 没有什么事都没发生 是啊 像我也是肚子很痛很痛很痛 到医院就不痛 说现在好一点了 就要开很轻的药 回到家 他打羊铁门一拉下来 啊 巨痛 那你有没有想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心理的问题 因为根据刚刚左脚骨折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根本没痛过 你可能其实不痛 总之 我们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心理强大的人 你就可以对抗各种邪魔入侵 风邪邪魔都可以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训练一个心脏强大的人 这一点很重要 好 那 才有力气再去照顾别人 是啊 有一次我就讲 我说你 你如果自己不够 抵抗力不够 我讲的是心理 你心理的抵抗力不够 你的身体抵抗力就会跟着弱 我同意 是吗 我同意 你不要再抵抗我了 我不抵抗 我束手就擒 妈 请直接 请直接放弃 好 好 我们今天本来要请大家call in的 就是call in说廉价 廉价要去哪里 结果根本就不给人家机会 我问了一下身边人都没什么规划 没有 因为这次要扫目 所以其实这个主题定了有点 不是每次都要扫目吗 对 但是要扫很多天啊 对 所以不能够 廉价就不能玩啦 要扫 我看不过 我看不过 对 我看不过 我看不过 感谢观看